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是在上了一个网课 上了淘宝上第三方软件上买了一套网课 然后自学了它大概的基础流程之后 然后学习了大概一个月时间 但是效果很差 然后这个时候就想到了找一个救音老师 然后这个时候就找了一个私人的救音老师 然后又把这种基础流程 然后基本上又过了一遍 所以到第一次跑完试之后 都是对上课都是比较抵触的 因为我觉得上课没有任何的用 但是我第一次跑完试之后 大西瓜的西西老师就主动联系我 然后也给我很多的指导和建议 我就觉得大西瓜可能还是比较认真的 所以我就想着让我再试一下 就到了一个它的浸泡营课程 然后上完之后觉得 这个浸泡营课程是很有效果的 很针对于我这种自我时间管理能力很差的同学 那套儿同学方便给我们分享一下 你刚刚有说在大西瓜就读了这个浸泡营课程 那你还记得这个浸泡营课程里面有哪些老师呢 然后浸泡营有怎样去帮到我们呢 我记得听到你的老师有 Linda老师 JT老师 然后雷雷老师 我个人的话在听力方面 分数是比较 就是它就是提升了多了一点 因为第一次考试的时候 个人改变是RS的 还有HRIW这两集都没有做好 所以是RS的 然后当实际去考试的时候基本上没有听出来 然后在课程上面跟着老师 跟着Blingstar老师说的那个 一定要懂得舍弃 听不到了就直接扔掉 千万不要为了想要凑出 我想要模仿出它那个单词 想要给它说出来 然后就整个句子不流畅了 所以我在考试的时候也是很懂得的取舍 然后就勇敢的舍弃 然后最后可能就感觉RS给我拉了比较多的分数 他同学在结束浸泡营的第二天就是考试了 然后考试之后分数出来马上就是欺诈了 那他同学方便给我们分享一下 在这个上浸泡营期间 除了每天浸泡营这六个小时的学习之外 我们课后还有投入几个小时 在这个PTE的学习和练习上呢 我这两周是每天凌晨一点钟睡觉 然后早上七点钟起床 中间除了大概加起来一小时的失败时间 其他时间都在学习 那他同学方便给我们分享一下 在整个PTE的备考中 对于大西瓜的备考材料 姐妹有使用哪些呢 然后你最推荐哪一个呢 我最推荐的其实是 新松子2.1 2.2 然后我第一次考试的时候 其实我这三辈的都是 其他第三方软件的这颗答案 然后总体来说满度是比较大的 然后背起来也没有那么顺口 飞了就往 然后大西瓜的这个新松戏的话 很容易帮助我记录 然后理解了意思 理解了逻辑之后 记得更老一点 然后特别是有一篇 教绝对处理的一篇文章 在加铁老师的那个逻辑整理之后 一篇我三天都没有 背下来的SSP 一节课我就背完了 然后之后也没有忘 所以感觉还是非常好的 所以其实有时候自己练SSP 可能就是效率啊 或者是效果啊 没有老师稍微带一带 或者点播一下 或者讲解一下 那样更快对吗 是那是肯定的 很多逻辑什么的 老师讲解之后 就一下子就不会忘了 要有老师才能背得下去 光死背的话 一辈子忘了 对 因为像SSD这种的话 咱们一定要建立在理解的前提下 那无论后续是自己去练 还是自己去稍微背一背 刷一刷题 都需要建立在理解 以及通透的情况下 对吧 对 嗯 好的 那特儿同学方便给我们分享一下 在整个PTE备考中 我们最有心得的是哪一部分呢 最后辛苦的 我觉得是WFB和2A 我第一次考试的时候 WFB也是出了比较大的问题 就没被使用 就是每一句都有点印象 就可能有的时候对 有的时候错 然后一共就刷了两面 但是今天考的时候 当时在紧张 再加上换了一个人面 一下子不适应 就容易导致 他说的一个字都没听出来 然后回忆的时候也会很薄 然后就很容易漏死 然后之前我也不懂得要试词 所以在上竞考语的时候 在试吧的老师也教会了我 就是独老试词 疯狂试词 因为我之前上了第三号软队上面的 老师说是试词可能 最多只能不能超过完整句子的一半 就不要试太多 所以之前也没有很大胆的感试词 就是很容易造成一些 简单的单词的一些疏漏 这其实很很很酷 因为拿的单词都写出来 但是漏掉一些简单单词 回答上竞考语之后 就学到了大西瓜的这个借词啊 什么一套 各种都来一套这种 无脑的全部加在后面 确实能够增加很多的正确率 然后也能避免一些 初心漏掉的一些词语 那有一个大家比较关注的问题 就是这个WFD的试词 那姐妹在这次的考试中 每句大概试了多少词呢 试词的话就是 比如说我在刷到WFD的时候 可能经常有漏掉的一些off 然后过呀 就配些词语 和和恩和这些 就全部总理归纳自己 最容易漏的一些词 然后全部就是是一套绑机 这一套键 都试词 然后还有所有出现的 名词和所有形式 都加上 然后形容词的 故词也加上了 那我们这次考完试之后 因为我们试词了嘛 那我们这次考完试之后 大概多久出的成绩呢 应该三个小时 那他同学作为一个短期之内分数 有如此进步的最终欺诈的考生来说 你有什么想对现在还在被考同学分享呢 第一个点就是千万不要拖时间 因为这些东西你不管什么时候都要拖 你还不如一几秒的拼了命的把他被玩 不然你越拖越被拖 然后第二个是要相信资金 重体力是真的在的 然后三个就是要听老师的建议 因为老师有很多经验 然后因为TTE本身就有很硬式的一个考试 所以拼持高分老师的经验 对自己是很有帮助的 刚刚有提到这个命中率的情况 那我们在这次实际的考试中 WFT SST这种命中率是怎么样的呢 SST是二中二 WE是中了 甚至是我上次同意到起 然后WFT SST是四中三 其中一导致是一名 感谢TTE同学今天给我们带来 精彩的PTE大西瓜成功学子 备考经验分享 我们本期的访谈就到这里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见